中国暴雨承载现在是全境 无差别的肆虐 在今天全中国聚焦这个地方 河南省 因为最大的降雨 出现在河南省的射崎县 短短的24小时降雨 几乎要追平一整年的降雨量 出现这惊悚的画面 老人跪地球 老天爷你别再下雨了 今天田里的庄稼 看起来要血本无归了 而阿曼得五月 他才点名中国 一定一定要盛防极端气候 高温龙卷风火山爆发 结果水火无情 居然被他说中 一样一样来啊 是河南的暴雨与洪水 真的是洪水猛兽 令民众非常的害怕 害怕到他们的雨量 可以在一天之内破纪录 你知道雨量下多少吗 683.5毫米 我跟各位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知道2001年台北纳力风灾 一天下多少 下的是425 破台北该站105年来记录 683.5-425 还足足多了200多啊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 这个各地传出来的 这个河南的这些景象 都如此的令人悲催啊 你看那些所有霸体里面的水啊 跟真的是就 我刚讲洪水猛兽 只是水霸是人为的啊 那你可以通知 怎么没有通知 好 现在大半个村子都在水里面泡着 很多的民众啊 运身载道 因为那赔偿怎么算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现在该何去何从 讲到何去何从 下面这个画面 真的就应验我说的悲催 一个老人 走着走着 蹦一下 双溪跪地 不断地在那边 你不要怀疑 他绝对不是在求雨啦 他是在拜托老天爷 可不可以不要再下雨 祈祷上舱这场雨 可以停了吧 下垢了吧 这名妇人在农田里面 他不断地喃喃自语 他讲的大概内容是说 怎么办 你们这样子泄洪又不通知 这场暴雨 这场洪水 他让我一整年的农作物 我整个都没了 我难过啊 你看 他整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难过 以这个悲戚令人看了不胜唏嘘以辛酸 那不过至少这些人 还可能保住了性命 没有保住这样装 但是保住了性命 可是有人差点连小命都不保啊 这个是有人在 一样是色情 有人在睡觉 睡到一半 他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声音 才发现他家中因为淹水 所有的家具都飘起来了 冰箱啦 家具啦 沙发 然后他睡的床呢 也整个都泡在水里面 他这时候惊觉不妙 赶快起身准备逃命 没想到 他这个起身逃命这一瞬间 他的床就飘起来了 门一打开不打开还好 一打开出去 他竟然水淹到他脖子 下面这画面更是生死一瞬间 有一名驾驶 他开车开着开着 这个画面很明显的 就是他驾驶者视角 你看喔 这是车喔 这是车 这不是船啊 那不是船 我跟各位讲 你看那个水 很明显的是已经车子 准备要灭顶了 其实这段影片没有结果 他泡在水里开车 那个驾驶船里面都是水 对 其实我们将心比心 你是他 你敢开车门逃出来吗 真的也只好继续开 来堵一堵 不过后来因为画面没有 不晓得他最后有没有脱困 我是觉得这个处境也是 很艰难 很为难 然后镜头移到了四川 四川他们也是强降淹大水 河南的洪水 有一个画面还要给大家看 就是这一辆大卡车 高度很高 这个是载租的车吧 是 他开过来要干嘛 他开过来要载人 好 大家先将就一下 因为我这车高啊 是 所以哪些人受困屋顶的 受困车顶的 还是受困机车的 我统统的用这台载租车来搬你 这变成他们逃难的诺雅方舟了 是 这个城市中的卡车诺雅发装 那刚刚也提到 四川重庆也很是暴雨不断啊 对 我们来看 这一座桥 一瞬间 真的一瞬间 五秒吧 整座桥垮掉 一拐一拐 这样就把它折断掉了 是 折断掉 蓝腰折断 颅骨盘帮的这样子 瞬间倒下 然后整个洪水 最后将这座桥给灰飞湮灭 非常惊悚的画面 一幕又一幕 讲到了极端天气 几乎很少跟这样的灾难 画上等号 连擦边球都非常罕见的一个地方 最接近世界屋顶的拉萨 居然在这一次 它也无差别的遭到肆虐了 一个中国两种景象 刚刚看到暴雨 洪水 可是你镜头楼到拉萨 这怎么满地白癌癌的一片呢 原来这个白茫茫的是冰雹 他们因为热对流 所以突然天气就骤箭 骤下了这个冰雹 那问题是 大家会觉得说 西藏下冰雹 这个是很少见吗 我告诉你当对民众讲 7月他们前所未见 几乎没看过 所以极端气候导致了这个暴雨洪水 在今年似乎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极端 就有预言家出来讲 大家一定想到 印度神统阿兰德 其实阿兰德之前真的都有提到 先讲他曾经预言过地缘政治 他说中国巴基斯坦还有印度 可能会有冲突 结果没想到他才讲完两个礼拜之后 中国就军演了 所以蛮准的 那我们就来看 他讲到气候的地方 当然是大家最关注的 恐怖高温 洪水干旱 火山爆发 地震持续在各地发生 那你看 洪水 还有高温 这几天我也跟大家报告了 可是大家看最后两个 火山爆发跟地震 地震前日子也发生了 火山爆发其实才是最恐怖的 为什么 我先讲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 说日本的火山如果爆发 比方说富士山 或者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火山 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它的话 他说日本有可能会灭国 好 你听到这样的危机之后 我们就来看恐怖的镜头 这个是在日本九州鹿尔岛的 鹿尔岛市的鹰岛火山 这画面我知道大家看觉得不容易 这怎么拍的嘛 那个你看到火山爆发 然后那个火山的火光 还有火山灰 直冲天际 结果竟然是从机长的视角拍出去 没错 因为刚好当时有一架民航客机 从旁边飞过 一镜到底 你看这画面 然后飞过去之后机长看到这个 我们说的鹰岛火山喷发 然后火山灰直冲 4500公尺高 4500公尺高什么概念 大概差不多9个101高 而且也是当地这个火山喷发的史上 第二纪录高 你刚刚提到日本 日本人心里面最大的一个 噩梦的一个梦魇是什么 富士山喷发 富士山喷发直接就连接到了 日本王国 那个不沉的航母会沉下去 心里多大的恐惧 但今天 中国要带我们来看的不是富士山 是比富士山更迫切的危机 正在这个地方蠢蠢欲动了吗 日本学者不是只有在研究他们的 日本富士山火山而已 他们也研究了隔壁朝鲜半岛的 长白山 长白山在北韩 称作白头山 我们晓得长白山大家熟悉的 就是它的天池 它的天池最近被人家发现 它不断地在震动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温震动 沸腾 各位 如果它地底下的火山活动 不频繁的话 哪会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还在长白山这四年当中 出现侦测到3000以上的地震 所以你不管是地震也好 或者是天池沸腾也好 再加上火山活动的现象 这时候你说这都是天然 但是结果就这么巧 金正恩在那边有盒子试验场 这就人为 老婆我们继续给我看这个画面 总部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天池 对不对 在滚 那个水在滚 这沸腾在滚 换句话说 如果这是火山口的一个代表 下面一盆火 那个岩浆要冲出来了吗 是 这种感觉就好像 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那就是加上你金正恩这个狂人 又在那边有好几座的盒子试验场 有没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所以我刚讲日本学者 不只关心他们日本会不会在21世纪消失 他也关心朝鲜半道 有没有可能在近期之内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比旁贝城还要高十倍的危机 中国像提到的是在北韩跟中国交界的这个长白山 这个事发生最近话题不少 它还有哪一些异象陆续发生呢 是 我觉得长白山 科学家之所以注意它 是以科学的角度观察它的火山现象 但也有很多的民众认为长白山 感觉最近好像蠢动不安 是因为它异象平传 你晓得五号的时候 就是被人家发现立下当天 竟然降了五月雪 五月五号的时候 竟然降了五月雪 这对当地来讲是相当罕见的 因为整个长白山在那个时候 五月雪道路结冰 然后从中国这个地方拍摄过去 发现景区紧急封闭 会紧急封闭就代表它根本的史料未及吗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在那时候五月 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史上最热的夏天要到来 全球进入的烧烤炙烧的模式 这个地方居然跟你下起了五月雪 所以当地的民众就形容说 真是一月回到了冬天了 树木道路都覆盖上 厚厚一层白雪 如镜头东方你所看到的 好 这个你以为说长白山本来就该下雪 但是真的五月五号立下的那个时候 是师叔罕见的 但罕见的还有一个 长白山中国这边有一头 在北韩那边也有一头 很多在中国这边就目击到一些怪象 除了天气之外还有天池 你知道这个火山口湖天池 水怪本来就传闻不断 画面当中你去看 你有看到的 有镜头在往前移 黑点 败科技之士现在的画面 真的是可以越拍越软硬越清楚 这个不用怀疑 绝对不是作假 为什么呢 因为天池都已经 这个这个这个有时候还会沸腾 谁敢下去啊 是不是 这里头有一个奇怪的不明物种 在那里游泳还探头哦 那这个是一名游客在长白山山顶拍到的 然后呢他们立刻呢就将这段影像去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没错 他说我在这边工作多年的确听闻会有大型物种 在天池里头 这个昂头游泳 但是至于是什么物种 他不知道 难道长白山的这种意象不断 正提示着人类加上很多人的预言 我觉得长白山的火山爆发 才可能是极端气候之后 大家更要小心的地方 明天7月18号台积电的法说即将登场 在这个前夕 原本坚实乐观的基本面 居然不敌川普的一句话 他就问台湾为美国做了什么 美国多年来保护台湾 台湾却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事业 他用偷走两个字 形容台湾这一座晶片岛上的光芒 会不会太夸张了 观众朋友 今天川普的话我们应该倒过来解读才对 台湾晶片影响力其实更胜于四年前 川普交棒之时 而台积电价值也加倍被放大了 这也正是台湾全年GDP 上调到4.2%的底气 之后我们看到除了AI力大爆发 制造业的订单也都回来了 对我们不要忘记川普讲的话是什么 他说台湾很有钱啊 所以那以现在之一来说话 的确因为整个AI来说 为台湾带来非常多的经济的效应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行政院长 这个卓龙泰召开记者会 他就讲到说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来到3.94% 那事实上是相当好的一个数字 那尤其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个 我们行政院长这样说 包括说像新长银行 他把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上调到4.2 原本是3.5 那台经院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也是上调到3.77 那中经院来说的话 目前是3.8 所以大概约莫是落在 3.5以上到4这个区间 逼近于4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经济成长率非常好之外 瑞银他这几天刚好有出了一个报告 除了原本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所谓七巨头之外 他现在又点名一个 叫Super 8 就超级八个这个八家将 他就说他们可以凭非常强劲的 这个盈利成长前景 还有吸引力的估值 缩小跟七巨头之间的业绩差距 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 跑赢亚洲的其他地区 他这里面点名什么公司呢 当然台积电被点名到这里面 然后他还点名到 鸿海啦 腾讯啦 还有联想啦 对 尤其你看他为什么点名鸿海 因为表示说未来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告诉你什么 整个半导体 或是整个这个所谓PC产业 或是手机产业 准备要回春的一个迹象 好 回到那一题 为什么是点名我们的鸿海 鸿海的后面 有几颗引擎在推动它 2024下半年 才发言 2025你都可以乐观的预期 对没错 我们看鸿海这个 最近的这个股价也表现得不错啦 虽然有点回答 但是还是相对高点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所以是大家对他下半年的业绩非常看好 第一个 大摩有报告 他就说呢 因为今年的这个苹果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 那他这个主要是导入 把这个ChairGPT导入这个他的苹果 然后通知Siri更加的这个AI化 好他可以为iPhone呢 带来换几场 说真的我都很想换 所以以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这个大摩乐观的预估 这个2025年的会计年度 他这个会计年度跟我们的年度不太一样 就是苹果本身的会计年度 还有这个2026年的会计年度 你可以看到 2025年的会计年度是达2.36亿支 然后2026年的会计年度是达2.62亿支 你看 2.35到2.6亿还是持续成长 所以就是说他认为呢 未来的这个苹果 这未来两年的成长 成长动能是不于匮乏的 好那除了成长动能不于匮乏 就这样我问你 因为它导入AI 所以它的手机会不会更贵 更贵啊 一定更贵吧 所以在更贵营收更多 因为它晶片会用的更多 所以你看事实上 2025年的iPhone的混合平均售价 成长7% 对 那达到981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苹果的策略是这样 它在这个低阶手机 中低阶 它或许会给力讯 或给中国厂商做 但是高阶绝对都是集中在 红海的手上 所以你看红海组装来说 60到65 大部分都是属于高单价的 那你看因为高单价 它价格又上升啊 所以你看即使我是毛山道士 或是现在已经不是毛山道士 现在是毛六七八 好那这样 你单价越高 我当然赚的越多嘛 所以你知道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iPhone要升级嘛 因为导入AI之后 连这个Mac iPad或是Mac都要成长嘛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未来的商机当然非常大 好那除了这个苹果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 一直在讲的AI 我们还没算AI 你自己来看AI AI目前会只能说 因为过去苹果呢 所有营收比重呢 最后过去红海的营收比重呢 最大一定是来自苹果代工 但是明年会不一样 你看夜间铺 明年的红海的云端营收 会冲到45到50% 是变成是第一 好那为什么可以变成第一呢 简单来说 用到事实上今年下半年 有所谓的GP200的伺服器要开始出货 那它有两个机型 就NVL36跟NVL72 那36来说的话 它一台就要180万美金 那72的话 一台就要300万美金 就像我问你 这个出货量都是大幅的价格 往上升的这个状态下 我代工 随便代工一下 都可以赚很多钱嘛 所以你看双引擎 一个是苹果 另外是AI 当然可以为红海带来 非常强劲的业绩成长力道 那我就讲 红海业绩成长力道强 当然代表了台湾的经济成长力道 也会相对的比较强嘛 看过了红海 看台积电 再过几个小时 就是明天7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 今天股市投资人 被川普的一句话 真的吓到飞劲的不稳定气流了 来在718法说之前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明天才是会好还是不好 对 没错 事实上当然今天台股 因为被川普的一句话吓到 那台积电股价也被吓到 不过我们跟大家讲 回归到基本面 我觉得川普讲的是 他很喜欢议题式的讲法 但是真正的基本面 还是要看明天的法说会 那目前为止 大摩它就有几个情境 它有所谓的情境一 情境二跟情境三 那所谓的我就讲 情境二就是中间的路线 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的 50%的几率 那我就讲 50%的几率就是这样 第三季的营收是增加10% 然后毛利率是52% 然后全年营收是增加25% 然后涨价目前为止 还在协调中 这就是一般的情况 那如果往更好的 那就是乐观的 那往不好的就是悲观的 所以大家讲到这个川普这件事 他说他要对台湾瞌睡 或是对台积怎样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操之在我们 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是怎样 继续拉大跟其他竞争对手的差距 让你根本没办法对我怎么样 那你说台积电现在有办法在做 当然有啊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讲 在做所谓的这个 这个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那现在台积电也跟你证实说 我们的确在这样做 我们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原本的面板的这个 原本一般的细晶圆的封装 是用12寸晶圆 那现在变成是这个方形的玻璃 你可以看到直观的来说 你就知道说 方形的玻璃一定可以 弄得更多 你看数量来说的话 可以1.4倍或是可以到5.7倍 而且那主要是差在哪里 因为从细晶圆变成是玻璃 就像我问你哪个比较便宜 玻璃便宜啊 所以这个 这等于是说不只是面积更大 然后便宜 这个材料更便宜 对对对你看 单位成本更低 然后大尺寸的这个封装 这是台积电要的 所以你看 目前为止台积电已经在做到 所谓的PES Funding 整个PES Funding 就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这个阶段 那他已经要建立一个mini line 就是小量式生产 所以台积电 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继续往前冲 不要管川普在说什么 冲到你的死笔 看不到你车尾灯 永远没办法跟你超越 对没错 你没有取代者的时候 你刚才就只能够 川普也只能够吞下去 这就是台湾要做的事 好 那么讲 这个除了这个台积电之外 当然他的竞争手 目前两个 一个是三星 一个是Intel 好那么讲三星 三星呢 最近他真的跟这个台积电没拼 但是呢 他们嘴巴不肯认输 你看还没说什么 三星的这个半导体部门 第二季营收 可能是这个 从2022年第三季 让出宝座之后 重新夺回 他这里面讲的是半导体营收 半导体部门来说的话 指的是 如果以三星来说 当然就是有代工 还有记忆体这两个部分 但是呢 他没有讲啊 他没有讲真正 好那你营收 资料丢出来看一下 对 你就秀出来 但是他又没有讲 因为三星都是没有公布 整体的营收 好 不过我觉得 我们就跟他讲 真实的数据是怎么样 我们只要看这个数据就知道 他两个部门嘛 记忆体目前为止 他HBM被这个海力士 打得非常惨 另外第二个部门来说 你看晶圆代工 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去年的第四季 跟今年的第一季 你可以要以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的市占率 从去年第四季62 到今年第一季61.7 还在往上升 反观三星从11.3 掉到11% 所以你是跟台积电 越拉越远 你根本就完全看不到车尾灯啊 所以你就知道 你讲了说你重回龙头 这个有可能吗 大家讲这个可能性很低 第二个他说 我们准备用4奈米的产品 要生产HBM4 我们HBM4就是下一个世代的 这个所谓的HBM 就是宽屏记忆体 那台积电 用所谓的台积电 海力士跟辉达 他们用的是所谓的5奈米 所以5奈米对决4奈米 所以三星就说 你看我自成名义领先 我一定可以赢你的一个状况 可是就像 神神罢 为什么 第一个他4奈米的粮率超过70% 但是台积电的5奈米粮率 890% 所以你要比粮率来说 我比你更好 但是他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他的4奈米成本 又比5奈米贵 那你更不用讲 也比现在7奈米8奈米更贵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在一个所谓的 这个AI的晶片里面来说的话 我HBM是一个这个比较次要的 最重要是我的CPU跟GPU HBM只是一个这个产品 在那个地方 我有必要用到最先进的制程吗 当然不需要啊 我成本考量是最优先 再来第二个我讲嘛 未来是台积电做好所有的晶片 你只是来跟我搭配 不好意思 你还是要台积电的搭配 所以你说我用4奈米啊 你讲的很好听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要用 那也没有用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三星讲讲 又是讲讲而已 他只是在嘴巴说 我4奈米赢你5奈米 但是问题是有用吗 所以我才讲 我们今天当然听到川普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震惊 但是我觉得大家只要抓住 台积电继续往前冲 你只要是世界第一的时候呢 其实有石头或是什么来杀你的时候 其实你一点都不会害怕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暴新闻 一切... 一切会致 一切会议 還非常有意思 家伙 Kid